近日有网友爆料,在辽宁沈阳一中年女子当交打自己的患病丈夫,大声责骂摇肩膀,伤耳光,用鞋底抽等等,让看到的人都愤怒不已。 网传视频显示,8月2号,沈阳某小区内一栋居民楼单元门口处,一位戴着白色帽子的男士坐在轮椅上,旁边一位穿着花衣服的女子,两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吵了起来, 只见女子用手抓住男子的肩膀一直摇晃,随后抡起手开始扇男子耳光,男子想躲,用自己的手臂挡住女子的手,直接将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,用力朝男子身上抽去。 对于网传的情况是否属实,记者赶赴现场进行了核实。 有邻居表示,这两口词是原配,男的也就50多岁吧,男的就是不会说话,反应不了。 他老虐待他老削他,昨天给打哭两回,以前的脑袋还能抬起来点,现在给打的脑袋都已经抬不起来了。 那么事情真的如邻居所说吗?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当事人郭大姐了解情况,结果郭大姐被问到为什么会如此行为时,直接蹲下来抱头痛哭。 旁边有知道内情的人对记者说,郭大姐为什么会抱头痛哭,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没有地方发泄,她太累了。 据了解,原来夫妻双方先后做过重病手术,现在全靠郭大姐艰难支撑一家。 三年前,郭大姐的丈夫突发脑出血瘫痪并上失语言功能,一直到今天都是郭大姐一个人在照顾她。 通过和郭大姐的交流中得知,原来郭大姐根本不想和丈夫动手,但丈夫不听劝,明明身体就不好,却因为有病不吃药, 硬把自己的身体拖成现在这样,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,口不能言,全家人只能靠着郭大姐度日。 郭大姐也是横铁不成钢,她希望丈夫早日康复只是用错了方法。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后,引来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家里没有病人的真不知道家属有多难熬,甚至于家属比病人更难熬。 所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,对于此事不知道网友们怎么看。